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感谢一直为她鼓励的粉丝 据台湾媒体报道 日本女团成员上元多香子去年遭逢富丧 她的先生也就是嘻哈团体成员森邪龙红 想不开在车内上吊自杀 还是上元多香子发现老公遗体后报警 让上元当时情绪崩溃 事隔一年 上元多香子7日为了舞台剧彩排正式复工 看来神采奕奕 全程展露笑颜 让担心她的粉丝松了一口气 两人在2012年时结婚 时常在社群网站上傻恩爱 看似与一般甜蜜夫妻无异 没想到去年9月 南方在网制透露做音乐时遇到瓶颈后 不到24小时后就沉湿在自家停车场的车上 让目睹老公遗体的上元多香子情绪崩溃 替丈夫举办完告别事后 上元多香子便告别演艺圈打9个月 直到今年6月才在网制发文 透露即将复出 希望让大家看到健康充满人气的自己 并感谢一直为她鼓励的粉丝